英国大选结束了,虽然梅伊最后保住了执政权,但这场差点让他满盘结束的选举,可吓得梅伊魂都散了。 宣布提前大选的梅伊,原本是想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,并为保守党处理脱欧问题,赢得更多时间。 不料选举结果却是,共650个梅伊所在的保守党仅获得318席,且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取得绝对多数的326席,无法单独阻隔。 眼看梅伊这场政治,豪赌就要玩脱之际,他凭借自己老练的政治经验,立即前往白金汉宫抱着女王的大腿,就是一顿哭诉,不对这应该叫紧急进见。 然后在马不停蹄赶回来宣布,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建一个,在这一关键时期能够提供确定性,并带领英国继续前进的政府。 这一天给梅伊累得够呛,他虽即时阻止了工党联合其他党派组成内阁,避免了自己的下台,但却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。 首先就是梅伊自家后院以起火,原本自信满满的梅伊带着保守党参选,结果却丢掉了十几个席位,党内声望动摇,要求梅伊辞职的声音此起彼伏,并加剧了党内的分裂,其次是党外指责声音不断,在此次大选中增长了十几个席位的工党,本就在呼吁梅伊,下台巴尼,其余党也觉得梅伊应该辞职。 苏格兰斯特金甚至强调,梅伊已经失去了作为首相的信誉,再来与他组阁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也不是省油的灯,其领导人阿林福斯特也是一位女将,原本一家独大的保守党,现在却要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来保住自己的地位,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了。 再加上这个党倾向于与欧盟保持密切往来,反对保守党的硬脱欧,且两党在社会福利、地方政策、养老金发放等问题上对立的地方也不少,这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住梅伊的各类计划和政策,甚至日后反目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 有人说,英国自从脱欧后就迷失了方向,开始放飞自我,的确,卡梅伦过于相信英国人愿意留在欧盟,而梅伊则武断地认为英国人会坚决离开欧盟,两人都没能跟上英国放飞自我的脚步。 因为英国选民的行为已经到了不可预知的阶段,选民的情绪极容易受到影响,而这种情况下能做出理智的抉择吗?英国就继续放飞自我吧,我们则继续吃瓜,看看之后这两个女人能给我们唱一出怎样的戏。